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计目令一度引发了美国国内外的广泛抗议 那么计目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 1月27号签署了一份行政令 规定美国将在120天内禁止所有难民入境 在90天内暂停伊朗、苏丹、叙利亚、利比亚、索马里、也门和伊拉克七国公民入境 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由于上述七国人口主要是穆斯林 所以这一禁令也被称为禁内令 这一禁令一经颁布便遭到了所设计国家的严重抗议 包括伊朗、伊拉克等相关中东和非洲国家都强烈反对这一禁令 同时禁令也引发了全美多地民众的抗议 继纽约和华盛顿等地之后 休斯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等多地也发生民众抗议示威活动 反对这一行政命令 同时这一禁令还在包括欧洲多国、加拿大等地引发了民众的抗议活动 此外这一禁令还引发了超过120家美国科技类企业的抗议 特朗普签发禁务令之后不久 苹果、微软以及谷歌等科技公司便纷纷发声 反对政府实施禁务令 这些公司认为移民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禁务令令人感受担忧 目前包括高盛集团、福特公司、星巴克和耐克在内的多个行业的美国企业 也都加入了反对计务令的队伍